刚好快在线的各位学生朋友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审计课堂 我们今天要学的是第三节 财务报表审计实施质量管理 好 有同学就说我们前面不是已经学过质量管理了吗 怎么现在又学呢 这里又是对财务报表实施质量管理 注意我们三节其实对应的准则是不一样的 我们第一节对应的是5101号准则 我们第二节对应的是5102号准则 我们这一节对应的是1121号准则 好 我们这一节是专门对财务报表审计实施的质量管理 这就和我们前面的第一章到第19章内容密切相关 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本节的一个整体的框架 本节要讲以下几块内容 整体来说还比较多 第一个就是审计项目合伙人的领导责任 首先指明我们领导人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接着是我们相关的职业道德的要求 那接下来是做我们的客户关系和审计业务的接受保持 你如果要接这个业务 你应该如何来做一些程序 要遵守什么样的政策和要求 然后接着是执行业务的时候需要哪些业务资源 对业务资源如何来进行处理 然后下面是业务的执行 那最后是我们的监控整改和审计工作的低稿 在我们工作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要做监控整改 那所有的过程都要记录在我们工作的低稿当中 好 这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从我们最开始的责任讲起 然后开始一步补执行业务 到最后的审计工作的低稿的记录 下面呢我们来详细的看 首先看我们的第一点 审计项目合伙人管理和实现审计质量的领导责任 那项目合伙人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明确的指出 是指我们会计事务所当中负责某项审计项目 即执行并代表会计事务所 在初具的审计报告上签字的合伙人 那一般来说咱们的审计报告有两个人签字 一个是上面 一个是下面 上面这个人是项目合伙人 下面这个人一般是项目经理 好 这就是我们的项目合伙人 时间知道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总体的要求 审计项目合伙人应当对管理 和实现审计项目的高质量 承担总体的责任 并且注意它是全程承担总体的责任 好 这句话一定要记一下 你看 是对我们的管理和实现审计项目的高质量 承担总体的责任 而我们在前面专门给大家区分过 我们的主要负责人 他承担的是最终责任 对吧 他对什么承担最终责任 对责量管理体系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 这种责任具体包括什么呢 这种责任具体包括三块 这三块稍微数一下 防止出我们的多选题 第一 为审计项目组 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强调营造好的环境 第二 强调会计事务所 对诚信和高质量的重视 这就相当于给我们项目组成员 念念经 上上紧箍咒 注意要诚信 注意要高质量 第三是明确对我们审计项目组成员的 行为期望 好 这是我们的三种责任 营造环境 强调质量 明确期望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 要强调以下的职业里面 这一块内容呢 注意熟悉 防止出多选题 首先 审计项目组所有成员都有责任 为我们项目层面的管理和实行业务的高质量 做出贡献 强调 人人都有这种责任 不能光指望我们项目的合伙人 第二 审计项目组成员的 职业价值观 职业道德和职业态度 至关重要 这就我们前面讲内控五要素的第一个要素 控制环境一样的 那我们的控制环境也是一种范围 理念 文化 一种价值观 对吧 那同样 在我们项目组内 这种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 在我们审计项目组内部 进行开放 顺畅 深入的沟通非常重要 这种沟通应当能够使每位项目组成员 都能够提出自己的质疑 而不怕遭受报复 那营造一种比较好的氛围 大家能够畅所一元 能够为了保证我们项目的质量 而把该推进的工作都能够推进 不要畏首畏畏的哈 那第四 审计项目组成员 在整个项目当中保持职业怀疑非常重要 职业怀疑是我们做审计的最最重要的 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们要强调这样的职业理念 好 这个四个职业理念 注意熟悉一下方式出现多选题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对审计项目合伙人 领导责任的一个具体要求 首先第一点是指导监督符合 这块来参担责任 在我们实务当中 我们项目合伙人可以设计 或实施某些审计程序 执行某些审计工作 或采取某些行动的任务 分配给我们项目组其他成员 但是项目合伙人员应当通过指导监督 这些审计项目组成员 并符合其工作 对管理和实施审计项目的高质量 承担总是责任 这里就说明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项目合伙人 他是我们整个项目组的领头羊 那他不必事事轻微 对吧 他可以把很多的程序啊 任务啊 分配给我们项目组 其他成员来具体的实施 但是他一定要做好 指导监督和符合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他要对我们管理和实现 整个项目的高质量 承担总统的责任 最后这个锅是他来背的 所以他必须要操这个心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具体要求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具体要求 签署审计报告前 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为签署审计报告 这是一件很严肃 很认真的事情 项目合伙人 他要在我们报告上签字的 那我们前面说了 我们报告上有两个人签字 我们起头的 也就是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我们的项目合伙人 然后第二个一般是项目经理 那注意 由于我们的项目合伙人 需要在报告上签字 所以他应当确定 已经对我们管理和实现 审计项目的高质量 承担责任 那我们要确定下列的事项 确定什么事项 第一 项目合伙人 已经充分适当的参与了 审计项目的全过程 首先他有明确 他参与了整个过程 他不能当甩手掌柜 只是在报告上签字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能够确定 审计项目都做出的重大判断 和据此得出的结论 是适当的 好 由于我全层参与了整个的项目 那对这过程当中的重大判断 还有相应的结论 我都知道是没问题的 如果有分歧 如果有问题 我都恰当的把它解决了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点 接着考虑了 审计项目的性质和具体的情况 发生的任何变化 以及会计事务所 与其相关的政策程序 我把该考虑的事项都考虑了 没问题之后 我再签署审计报告 那么接着我们看 第三块一个具体要求 参与整个审计过程 承担责任 之类再次强调 审计项目合伙人 应当充分适当的 参与整个审计的过程 从而能够根据 审计项目的性质和具体情况 确定审计项目组 做错的重大判断和具测得错的结论 是否是的 好 这两点有点像 看我们签署审计报告前的 第一个小点 和这点有点像 它都强调 我们的项目合伙人 必须要参与我们整个审计过程 绝对不能当甩手掌柜 要知道具体的情况 要保证你在签意见之前 你对所有的事情都做到 心中有素 胸有成主 才能签署我们的审计报告 好 这是我们的三个具体要求 好 刚才呢 我们把之前讲完了 下面呢 我们来通过做到立体 来强化一下 下列有关 项目合伙人和项目质量 符合人员责任的说法中 错误的有 我们来看哪个错误 A 项目合伙人对审计业务的 总体质量承担主要责任 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对审计业务的总体质量 承担次要责任 注意 这里分主要和次要了吗 压根没有对吧 那我们一再强调 项目合伙人 对整个审计业务的质量 是承担总体责任的 而我们审计项目的符合人员 他是对符合的实施 承担总体的责任的 压根没有主次子说好 所以这个不对 接着谈B 项目合伙人和项目质量 符合人员 对审计业务的总体质量 共同负责 有这样的说法吗 注意没有 项目合伙人对我们审计业务的 总体质量 哎 负责的 我们的项目符合人员 是对符合总体负责 不要弄错了 接着谈C 项目合伙人对审计业务的 符合承担总体的责任 符合由谁来承担总体责任 注意啊 是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包括对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实施的工作进行负责 这个有吗 没有啊 这个张官礼贷了 接着谈 项目符合 项目质量符合人员的符合 不能代替 但可以减轻项目合伙人的责任 能吗 注意不能 各自承担各自的责任 我们项目合伙人 是对整个项目 他承担一个总体的责任 而我们项目质量的符合人员 他对符合的实施 承担总体的责任 一定不要弄错了啊 因此这道题 ABCD都是错误的 选项ABC错误 那审计项目合伙人 应当对我们管理 和实现审计项目的高质量 承担总体的责任 注意他承担的总体责任 压根没有阻止 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对我们项目质量符合的实施 承担总体的责任 它的重心在符合上 它的重心是对我们整个项目质量 来承担总体责任 好 接着选项递错误 选项目质量符合 并不减薪项目合伙人责任 更不能代替项目合伙人的责任 这是我们这道题 把我们项目合伙人的责任 和项目质量符合人的责任 做了一个混淆考核 好 我们来看第二点 相关职业道德的要求 那我们刚才讲完了 我们整体的一个 项目合伙人的领导责任 对吧 下面呢 我们就要具体开始 做我们的审计业务了 在对审计业务做整体的一个安排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明确 我们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职业道德的要求 所以呢 这里来讲我们相关职业道德的要求 审计项目合伙人应当了解 于本审计项目相关的职业道德要求 包括独立性的要求 好 这是我们要按照职业道德的要求 来执行审计业务 那我们审计项目合伙人 应当负责确保审计项目组 其他成员了解 于本审计项目相关的职业道德要求 以及会计事务所相关的政策程序 这些政策程序可能包括以下方面 那我们这块了解一下就可以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22章和23章专门讲职业道德 好 23章是专门讲独立性 所以这块提到了 我们快速过一遍了解一下就可以 第一 识别和评估应对 对遵守相关职业道德的要求的不利影响 我们看看哪些地方有问题 哪些是不利影响 第二 可能导致违反相关职业道德要求的情况 以及当项目组成员意识到这种违反 应当承担的责任 而如果违反了 我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 当项目组成员意识到被审计单位存在 违反法律法规迹象时 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是关于违反法律法规的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 这里面具体的要求 第一个保持警觉 那我们审计项目合伙人 应当通过观察和必要的询问 在整个审计过程中 对审计项目组成员 违反相关职业道德要求 或会计事务所的相关政策 程序的情形保持警觉 这里强调一定要保持警觉 第二要及时的应对 如果项目合伙人注意到 某些事项可能对违反相关职业道德要求 产生不利影响 应当对照会计事务所的政策和程序 利用来自会计事务所 审计项目组或其他来源的相关信息 对这些不利影响 做出评价 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这是及时的应对 如果某些事项表明 相关职业道德要求会得到遵守 审计项目组合伙人应当 咨询会计事务所相关人员后 立即采取适当的行动 好 这都是关于我们及时应对的问题 那么第三点 要确定遵守 在签署审计报告之前 审计项目合伙人应当负责确定 相关职业道德的要求 特别是我们独立性的要求 已经得到遵守 好 这是它的一些具体的规定 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点 客户关系和审计业务的接受和保持 你看我们要开始执行审计业务 我们知道了职业道德的要求之后 我们可能就要开始接触客户 有初步也有活动 对吧 然后开始做审计计划等等 而我们的客户关系和审计业务的接受和保持 实际上在我们第二章讲过类似的内容 只不过这里是从质量完美的角度 再来做一个强调 我们来看一下 审计项目合伙人应当确定 会计事务所就客户关系 和审计业务的接受保持 制定的政策程序得以遵守 并且得出的相关结论是适当的 例如下例信息可能有助于项目合伙人 确定针对客户关系和审计 有了接受保持 得出的结论是否适当 那这里呢 我们的这个教材 新增了一些内容 由于是新增的内容 一定要注意多看 防止它出现多选题 我们21章有个特点 既可能出简单题 又可能出客观题 所以对这容易出多选题的地方 要多看几言 不过这块内容没有什么难度 用我们尝试基本上就可以应对的 第一 被审计单位的主要所有者 实际控制人 关键管理层 还有治理层的诚信状况 和道德价值观 好 这一块我们要去了解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所有者 他们的实际控制人 他们的这种管理层 治理层 他们的诚信是什么样的 他们秉持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 第二 是否具有充分 适当的资源 以执行该审计项目 如果没有金刚钻 不要来揽这个瓷器火 第三 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和治理层 是否认可其 该审计项目相关的责任 那我们要确定 他们是否认可责任 如果他都不认可责任 咱们不要接这个单 第四 审计项目主 是否具备足够的设计能力 包括充足的时间 以执行该审计项目 我们要问问自己 有没有懂事的能力 第五 本期和以前期间审计发现的重大事项 是否影响该业务的保持 如果以前有一些重大的问题 我们觉得风险特别大 那么这个单就不接 好 这就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的内容 也就是以下的情形 以下的信息 可能对于我们确定 是否要接受这个单子 那么它是适当的 这里的五种情形 大家一定要多看 防止今年出现多选题 因为它是新增内容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四点 业务资源 那我们刚才已经考虑了 我们承接这个业务 以及客户关系的保持的 那我们要做审计业务 也需要什么 需要资源 对吧 所以第四点就开始讲业务资源 我们来看一下业务资源的来源 审计项目组的资源 主要是由会计事务所提供 或者分配的 某些情况下 也可以自己直接去获取 这个知道下就可以 这是我们今年教材 新增的一句话 我们接着来看要求 首先我们要确定资源 充分适当 审计项目合伙人 应当结合客户售所的 政策和程序 审计项目的性质 具体的情况 以及在执行审计项目过程中 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 确定充分适当的资源 已被及时分配给审计项目组 用于执行我们的审计项目 或者审计项目组 能够及时获取这些资源 就作为合伙人 他肯定首先要看一下 手中的资源是否充分适当 对吧 包括我们的人力资源 包括时间资源 包括技术资源 包括知识资源等等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求 项目合伙人要确定 资源是否充分适当 如果不够的话 我能够从哪些地方 去获取这些资源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资源如果不充分 我们如何进行应对 如果项目合伙人 确定所分配的资源 或者项目组 能够获取的资源 对我们审计项目的性质 和具体情况来说 是不充分不适当的 也就是不够用 如果人手不够 或者时间不够等等 那我们项目合伙人 应当采取适当的行动 包括与适当的人员沟通 以向审计项目组分配 或提供额外的资源 或替代性的资源 好 这就是要一些资源 第三我们来看分配资源 那我们审计项目合伙人 应当负责根据 审计项目的性质 和具体的情况 适当使用 向审计项目分配 或提供的资源 好 这是我们分配 使用我们相应的资源 那么第四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这块要求 要生人加充足的时间 审计项目合伙人 应当确保向组成员 以及向组成员以外 提供直接协助的外务专家 或内审人员 作为一个集体 拥有适当的审计能力 包括充足的时间 来执行审计项目 我们在第15章的时候 讲过利用他人的工作 其中就有我们的外务专家 还有我们的内审 对吧 那我们要利用他人的工作 一定要确保他具有 审计能力 而且要确保他有充足的时间 来执行相应的工作 这样才能保证他工作的质量 我们才敢放心大胆的利用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教材新增的一块内容 再确定审计项目组 是否具备适当的审计能力时 审计项目合伙人 可以考虑下的因素 初一啊 同学们 考虑因素又来了 然后有很多同学就说 老师 你做到考虑因素的题 我就死了 我最怕考虑因素的题 那别的题还好 你碰到考虑因素的题 我就死翘翘了 你千万不要抱着这种心理 因为我们在审计当中 需要大量的直接判断 那直接判断从哪来呀 不就是要从各种各样的角度 各种各样因素当中 做一些权衡吗 所以少不了考虑因素的 你别有这种为难的心理 你要想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是几个因素吗 我们把它该理解的理解了 该记得起了 这一块的分数 我们还是可以拿到手里的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共七点考虑因素 这七点考虑因素呢 我给大家做了一下归类 有四点和我们知识技能相关 有三点和经验相关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第一 审计项目组是否理解 适用的法律法规 和职业准则的要求 这是啥 这是属于我们的知识储备 对吧 你至少要学过 我们审计存在吧 你要懂相应的法律法规吧 像什么公司法 证券法之类的 对吧 好 第二 审计项目组是否具备 会计或审计特殊领域的专长 你对会计和审计 这块有没有专长 嗯 第三 针对被审计单位 所使用的新技术 以及审计项目 在计划和执行 审计工作室 你使用的自动化工具和技术 我们的项目组 是否具备专长 由于现在 信计划越来越不变了 有很多的单位 几乎都使用了什么 我们的这种信计划的系统 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一下自己 有没有新技术方面的专长 第四 审计项目组 是否能够运用职业判断 并保持职业怀疑 这属于我们做审计的一个 基本的要求和基本的技能 做职业判断 保持职业怀疑 好 这四点呢 是和我们的知识 技能相关 那我们接着来看三点 和经验相关 第一 审计项目组 是否了解 被审计单位所处的行业 好 你只有了解这个行业 你在应对 这样的客户的时候 你才得心应手 那么这个行业从哪了解 一般来说 我们的经验当中 获取的更多一些 然后 第六 审计项目组 是否理解 会计事务所的 政策和程序 你要理解 会计事务所的 政策和程序 这肯定是有 相应的事务经验 你才能够理解 对吧 这个不是从 书本上学来的 所以我把它 回到我们经验当中去了 第七 审计项目组 通过适当的培训 并依赖职业经理 是否能够理解 具有相似 这种性质和复杂程度的 审计 以及是否拥有 相关的 实务经验 这里就强调 你有没有 参与过相应的培训 还有 你有没有 这样的实务经验 那么这三点 是和我们的经验相关 这一共是 七个因素 好 这个七个因素呢 我给大家把 关键词提炼出来了 大家简化 记忆一下 多看几遍 防止出现 多选题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五点 时间资源 审计项目合伙人 应当在考虑 审计项目的性质 和具体情况 基础之上 制定合理的时间 预算 以保证 我们的审计项目合伙人 和项组 其他成员 投入充分时间 参与审计项目 这时间 一定要保证的 如果时间 不能保证的话 那么我们的质量 根本没办法 得以保证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五点 业务执行 现在就开始 正式要做业务执行了 首先第一点 是对项组成员的 指导 监督和符合 由于我们 第三节 是关于我们 整个审计业务的 一个质量管理 所以 这更多的是 从我们项目 合伙人的角度来写的 对我们项目 合伙人来说 它更多的 不是去做具体的程序 而是做好 对我们项目组成员的 指导 监督和符合 首先我们来看要求 审计项目合伙人 应当负责 对审计项目组成员 进行指导 监督和符合 其工作 并确定指导 监督符合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符合下列的要求 那我们来看 有几点要求呢 有两点 第一 按照适用的 法律法规和职业准责的规定 以及会计事务所的 政策和程序 进行计划和执行 也就是按照规定 按照我们的政策和程序 进行计划执行 第二 符合审计项目的性质 和具体的情况 并于会计事务所 向审计项目的分配 和提供资源相匹配 那我们要保证 我们的工作是符合 具体的情况的 并且能在我们 现有的资源基础之上 来执行 我们接着来看 第二块 指导和监督的事项 这块内容呢 是我们二二年教材 新增内容 注意熟悉 防止出现多选题 那我们来看 对我们项目主成员的 指导监督 可能包括下列方面 由于我们第三节 其实主要是从 我们项目合伙人的 角度来写的 那么项目合伙人 你应该承担 什么样的责任 在整个项目推进的 过程当中 你应该如何管理 你的侧总点是什么 要做好哪些工作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 他的指导和监督 要做哪些工作 第一 追踪审计项目的进程 包括对下列方面 实施监控 那要做好 我们整个 审计进程的一个追踪 要确保我们的进度 按照计划来进行完成 我们来看 要实施哪些监控 第一 按照审计计划 实施审计工作的进程 要保证 我们的这个时间进度 能够达标 第二 以执行的工作 是否达到了目标 除了时间进度把控好 还要注意 你的工作的质量 要满足我们相应的目标 然后工作的整体要求 满足我们相应目标 第三 分配的资源 是否始终是充分的 由于我们项目合伙人 是我们整个项目组的管理者 也是我们整个项目组的领头羊 他做管理 最核心 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做好我们的指导 监督可复合 对吧 做好了这些工作以外 还需要什么 注意 还需要经常去协调资源 如果缺少什么样的资源 要去争取这些资源 对吧 这是我们项目合伙人要做的工程 第二 采取适当的措施以解决 在审计项目执行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 例如 遇到问题比我们最初的预期更为复杂 则将计划实施某些程序 重新分配给经验更为丰富的项目组成员 因为我们在做审计的过程当中 碰到了一些依赖的问题 我们肯定会找我们的项目合伙人 做一个反馈 对吧 现在我碰到什么问题 你看应该怎么办 怎么处理 那我们的项目合伙人 就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原来预期的太过简单 而现在呢 出现的问题比较复杂 这时候就要派一些经验比较丰富的老法师 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 这是我们第二点 重点是解决问题 接着第三 识别在审计过程中 可能需要咨询 或者由经验较为丰富的审计项目组 成员考虑的事项 那我们在审计过程当中 如果有些疑难杂症 有些不太好确定的地方 那么这个狂妙考虑 是不是要做咨询 以及派我们项目组当中 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员 把这个事项来做一下 安排 做一下处理 这是我们第三点 第四 为我们审计项目成员 提供指导和现场培训 以帮助其提高工作技能和胜任能力 由于我们项目合伙人 主要是做管理的 他没有必要对我们审计业务的各个方面 很多的细节去势必公亲 对吧 他主要做好我们指导监督和服务 要保证我们项目组 整个团队的工作技能能够得以提高 要保证我们整个项目组团队成员 有一定的胜任能力 所以他要知道 他要做现场的培训 要做一个示范 那第五 营造一种环境 使项目组成员可以在无所顾忌 提出疑虑 而不必担心 遭受打击报复 这也是我们项目合伙人 他要做的一项工作 他要创造一个比较开放 比较和谐 比较良好的整体的氛围 让我们整个项目组团队的成员 能够在一种良好的分别之下来工作 这样我们的工作质量才比较高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监督和指导的内容 五个方面 那这五个方面 由于是我们今天教材新增内容 很可能会考多选题 所以大家要多读几遍 在我们理解的基础之上 混个脸熟 如果多选题出现了 能够把它选出来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炼 这提炼什么呢 你看我们第一项是什么 追踪进程 所以第一项提炼出来 追踪进程 第二项核心是要解决问题 如果出现了项目团队成员 有一些问题他解决不了 他报上来了 作为合伙人要解决问题 所以第二项是解决问题 那么第三项是一些疑难杂证 需要咨询 需要处理 所以第三项咨询事项 第四项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合伙人 要对我们的成员 要做一些指导和现场的培训 要做一些现场的示范 所以第四项重点是做指导培训 那么第五项是项目合伙人 要在整个团队当中 营造一种比较好的环境和氛围 所以第五项是营造环境 好 这是我们五项内容的一个 提炼出来的关键词 大家多读 把这一块的多权的分值 要拿到手里 那看这样的信息 第一 它的内容不多 第二 它都是四五项 很容易出多权题 所以一定要多看一下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点 符合的事项 符合的事项呢 又是我们二二年教材新增内容 这块内容 大家要多读 防止出现 多选题 打了两颗星 下面我们来看 审计项目合伙人 在对审计项目成员 工作经营复合时 可以考虑下一方面 也就是说 我们项目合伙人 你对你的成员 你对你的团队的人 做管理 做符合的时候 你要符合什么呢 第一 以执行工作 是否符合适用的法律反规 职业准则 以及会计事务所的政策和程序 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 政策和程序 第二 是否已将重大事项提醒 做出尽力的考虑 重大事项 你有没有做好考虑 第三 是否已进行适当的资讯 以及资讯的结论 是否得到记录和落实 第三 和我们的资讯相关 第四 是否需要调整 以执行工作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你原来的工作 是不是执行的不太够 是不是要做一个调整 我们的审计程序 是不是要扩大 好 第五 以执行工作 是否能够支持得出的结论 是否已得到适当的记录 那你的工作 是不是做够了 审计程序是否充分 对吧 你的结论 能不能得到相应的支持 第六 以获取的证据 是否充分适当 能够支持发表审意见 那么第六个 跟我们的证据相关 要看证据 是否充分适当 第七 实施审计程序的目标 是否已实现 第七点 关键看目标是否实现 好 这是我们的七点内容 大家一看了七点内容 可能要晕过去了 又是七点 对吧 又二倍 不过我在这里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七点内容 和我们第十八章 项目组内部符合 符合的范围内容 是基本相同的 就是有一个地方 稍微一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第四点 这个地方是调整 就这里稍微有点不一样 其他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这是我们十八章 已经选过的内容 好 大家都读几遍 方式出现 多选题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款 符合审计工作底稿 等相关文件 首先我们来确定 符合的内容 审计项目合伙人 应当在审计过程中 适当试点 符合审计的工作底稿 包括与下列方面 相关的工作底稿 注意啊 这里强调的都是 我们审计项目合伙人 应该怎么来管理 应该怎么在 我们整个审计过程中 对这个高质量 要进行把控 那么最关键 最核心的一点是 我要做好指导 监督和复合 对吧 这复合体现在哪里 最多的地方 就是体现在我们工作底稿上 那工作底稿 我们应该怎么符合 是不是所有的底稿 我都要去符合 事无巨细 不管大小 我全部要势必公轻 不是这样的 我们项目合伙人 他是要抓重点 是要抓重要 抓核心 抓关键 所以我们在符合工作底稿 的时候注意 关键是 第一 重大的事项 第二 重大的判断 包括在审计中 遇到的困难 和有争议事项 相关判断 以及得出的结论 重大的 这种 我们一定要抓在手里 为啥 因为它直接会影响 审计间类型 对吧 第三 根据审计项目合伙人的 职业判断 与审计项目合伙人 职责相关的 其他事项 这块的符合内容 在我们第十八章 也讲过 也讲过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的第一点 在审计报告日 或审计报告之前 审计项目合伙人 应当通过符合 审计工作的地告 以及和我们的 审计项目组讨论 确保已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支持得出的结论 和逆出去的审计报告 这就强调 你在最后完成的阶段 一定要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我们的审计证据 来支持我们的结论 来支持我们的审计报告 好 这是我们第一点 是报告日 或者报告日之前 好 我们接着来看 第二点符合要求 在签署审计报告前 被确保逆出去的审计报告 适合审计项目的具体情况 审计项目合伙人 应当符合财务报表 审计报告和相关的工作地告 包括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描述 注意这里符合是 报告 报表和地告 那有同学说 为什么这两个 都是在我们的报告之前 注意他俩的策动点不一样 我们第一个是 报告日或者报告日之前 我们重点是看 有没有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核心在证据上 然后看证据 能不能支持得出的结论 和出具的报告 所以其实这一块的核心 在证据上 就像我们的书面申明 就属于其中的一项证据 如果我们在 审计报告之前 没有拿到我们的书面申明 说明什么 我没有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所以第一点符合 策动在证据上 第二点符合是什么 是我现在要正式 签署审计报告了 我要对我的 审计报告 还有我的财务报表 还有我们的工作提告 这三项我们要过一遍 看看他们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什么矛盾 不要出现一些这种 语言上 数据上 一些错误 它重点在这块 内容上 所以不一样 第三 审计项目合伙人应当在和管理层 治理层和相关监管机构签署 正式书面沟通文件之前 对其今符合 那么第三点是符合什么呢 符合我们的书面沟通文件 因为这毕竟是对外沟通文件 对吧 所以一定要谨慎一点 那我们在签之前要好好的规定 不要出现一些低级的错误 第四 审计项目合伙人应当确保 审计项目屠权员在整个 审计项目执行过程中 将职业准则以及会计事务所的政策程序 从实质上执行到位 因为它是对整个审计项目的高质量 负总体的责任的 它最主要的是要做好管理 所以它要确保每一个项目组成员 都要执行到位 并恰当的记录判断的过程 程序的执行情况和得出的结论 这个记录体现在哪里 体现在工作地稿上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项目合伙人 一定要经常盯着我们项目组成员 你们把该要求的政策程序 一定要执行到位 而且底稿上一定要充分的反映出来 好 这是我们四点符合的要求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个简化记忆 因为这块内容还是 比较容易考我们的客观题的 所以给大家做一个提炼 那我们的简化记忆的三前一过程 什么叫三前一过程 第一个是报告前 报告前要符合底稿 要讨论 确保证据充分 以支持我们的报告 好 充分适当 这里再加两个字 因为我们有点写下 然后我们的签署前 签署前注意要符合三项 报告 报表和底稿 如果有关键审计事项的话 把关键审计事项可以加上 那接着是沟通前 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要符合我们的书面沟通文件 这主要是对外的时候要设计到 然后接着第四个是过程当中 要确保执行到位 要确保恰当的记录 好 这是我们的三前一过程 注意把它记一下 防止出现多选题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三款资讯 首先我们来看资讯的必要性 我们审计项目组在执行 审计项目的过程中 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 或争议事项 这非常正常 因为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会面临形形色色的客户 那么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客户 然后在执行的过程中 可能还会碰到一些 没有碰到过的一些情况 一些疑难事项 一些可能有争议的事项 面对这些争议的事项 面对这种疑难杂症 我们该怎么处理 很正常的一种处理方式 也就很必要的一种处理方式 就是向我们相关的人员 做一个咨询 一般来说 我们的这个事务所内部 都有这样的一个技术部分 内部专家如果碰到什么问题 可以向他们咨询 但是如果你觉得内部的专家 还不够的话 可以向外部咨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神机项目组在实行 实际项目的过程中 时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一样问题和这一事项 当这些问题和事项 不能在项目组内部得到解决时 有必要向项目组之外的 适当人员进行咨询 而这是强调 向外部人员做咨询 那接着我们来看咨询的途径 咨询可以在会计事务所内部 也可以在外部 这是二二年新增内容 注意属性 我们如果在我们事务所内部专家 就能解决 那就在我们内部专家 做一个咨询 如果内部专家也解决不了 我们还可以向外求助 接着我们来看咨询的内容 咨询内容 实物当中 神机项目组 通常针对以下方也进行咨询 这是我们教材二二年新增的内容 注意属性 防止出现多选题 注意属性 这个不太容易考 简单题 容易考多选题 第一 复杂或不熟悉的事项 如某项具有高度 估计不确定性了 会计估计 你看 最终复杂的 搞不定的 对吧 我们咨询一下 存在特别风险的事项 特别风险是雷区啊 高危区啊 所以我们咨询一下 第三 被审单位超出正常经过程的 重大交易和重大异常交易 注意啊 没有关联方几字啊 不是超重关交 没有关联方 就是超出正常经过程的 重大交易 由于它超出了正常经过程 又是重大交易 对这样的 我们吃不太多 咨询一下 第四 被审单位管理 曾施加限制的情况 好 这个施加限制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咨询一下 第五 与违反法律法规 有关的情况 由于违反了法律法规 咱们毕竟不是 法律方面的专家 所以向相关的专家 组织资讯 那么这一共是五个事项 五个事项呢 我把它简化即为 限制复杂 操纵违法 特别分线 看 其实这些事项都是啊 都是非常规事项 对吧 第一个 复杂或者不熟悉的 像高度估计不确定的 会计估计 第二 特别分线 第三是超出 政策经营过程的 重大交易 第四是管理层的限制 第五成是 违反法律法规 这都是常规的事项 对重非常规的事项 我们就要咨询一下 这块多读两遍 如果碰到这么多情绪 相信大家都能应对 没有什么难的 因为我们尝试 其实就是基本上 可以选出来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 承担的责任 针对审计项目组 需要咨询的事项 审计项目合伙人 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由于我们前面就说了 我们第三节 实际上是从 审计项目人的角度 来做的一些管理 所以这里就强调 你项目合伙人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你要如何来开展工作 你要如何来知道 监督和复合 那我们来看 他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首先第一个 对我们项目组的咨询 对我们审计项目组 就下列的事项 进行咨询 要承担责任 好 注意项目组的咨询 最后是由你来承担责任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审计项目合伙人 是对这个业务 总体承担责任的 所以审计项目组 如果有些事项要咨询 你是要承担责任 第一 困难或者有争议的事项 以及会计事务所 政策程序 要求咨询的事项 第二 审计项目合伙人 根据职业判断 认为需要咨询的其他事项 这些事项 也要承担责任 好 接着第二点是 项目组成员的咨询 也要承担责任 那确定项目组成员 在以审计过程中 就相关事项 进行了适当咨询 咨询可能在 审计项目组内部进行 或者在审计项目组 和会计事务所内部 或外部的其他 适当人员之间咨询 那这里就说 如果我们审计项目组 的一些成员 碰到了一些疑难杂症 一些搞不定 吃不准的问题 需要咨询的话 那我们的项目合伙人 一定要确保这件事 已经得到了 适当的咨询 一定要确保这件事 得到适当的咨询 不要有问题 埋着藏着 而是要把它解决了 第三 要达成一致 那确定于被咨询者 就咨询的性质范围 和形成的结论 达成一致一件 这块我们项目合伙人 也要参担责任 而且咨询最主要 最核心的就是 达成一致 不要出现意见分歧 那因为我们准则明确规定 我们的分歧 没有解决之前 是不能签署报告的 咨询最容易出现的 就是分歧的问题 所以提到咨询 你就要想到意见分歧 如果一旦有意见分歧 一定解决了 才能出报告 所以我们咨询的时候 尽量要达成一致的意见 第四 得到执行 确定咨询形成的结论 以得到执行 好 这是我们项目合伙人 要承担的四方面责任 第一个是项目组的资讯 第二是项目组成员的资讯 第三是达成一致 第四是得到执行 最核心的就是 要达成一致 那我们解决记 项目组成员 达成一致得到执行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第四点 项目质量符合 针对需要实施项目质量符合的 审计项目 我们审计项目合伙人 应当承担下来责任 好 这都强调 我们项目合伙人 一定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你就这个自己的责任 如何来开展你的工作 如何来做好 整个团队的管理 第一 确定 会计事务所一为一派 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这是我们项目合伙人 要确定的 你要看看 你的项目符合人员 还好了吗 对吧 那我们会计事务所是要统一委派的 对吧 如果没有这种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那应该向我们锁里去申请 第二 配合项目质量符合人员的工作 并要求项目组 其他证员配合项目质量符合人员的工作 好 这是我们一个基本要求 要配合 对吧 为什么 因为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它来做符合 是为了保证我们整个审计业务的质量的 所以一定要配合它 第三 与项目质量符合人员讨论 在审计过程中 包括在审计项目符合过程中识别的重大事项和重大判断 那么这一块 由于它是重大的事项 是重大的判断 所以我们讨论讨论 保证我们做出的判断 得出的结论是恰当的 是没问题的 第四 只有在项目质量符合完成后才能签署报告 这点是最重要的 这点是最最重要的 你看我就这打个信号 必须项目质量符合完成才签署报告 以前年度的时候就考过这样的真题 那我们在三月二号的时候出了报告 签署了 然后三月三号的时候 我们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才把这个工作符合完了 可以吗 不可以啊 绝对不可以 一定是符合完成才能出报告 没有符合完 绝对不能出报告 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以前年度考过真题要注意一下 接着我们第五点 意见分歧 我前面就说了 那一提到资讯 你就要想到意见分歧 因为资讯就容易出现意见分歧 意见分歧在以前年度考试的时候 比较爱考 先来看一下 审计项目组内部 项目组成员 项目符合人员之间 或者项目组和 我们会计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 执行相关活动的人员之间 可能出现意见分歧 出现意见分歧非常正常 对吧 因为我们在整个审计过程中 有大量的职业判断 既然是职业判断 都有自己的一些主观的色彩 所以很容易出现意见分歧 出现意见分歧不可怕 关键是一定要解决分歧 那审计项目组应当遵守 会计事务所处理和解决 意见分歧的政策和程序 而我们在第一节里面讲的 就是我们会计事务所 关于这块的政策和程序 而我们现在重点讲的是 我们在做审计业务的时候 项目合伙人对此如何来做一些管理 那我们来看 我们项目合伙人应该承担 什么样的责任 针对意见分歧 审计项目合伙人应当承担 下来责任 项目合伙人承担什么责任 第一对按照会计事务所的政策和程序 处理和解决意见分歧 承担责任 好你要很清晰 你可以派你的项目组成员 去对外咨询 但是咨询的问题 最后是谁在我们报告上签字 是我们项目合伙人 对吧 所以你要对此承担责任 你要保证意见分歧要得以解决 意见分歧没有解决 之前是不能出报告的 第二确定咨询得出的结论 已经记录 并得到执行 第三 在所有意见分歧得到解决之前 不得签署审计报告 这点我们前面再三则三强调过 以前年度的时候 对这点特别爱考主管题 特别爱考主管题的 一定要解决了意见分歧 才能出具审计报告 好我们接着来看第六点 监控和整改 针对监控和整改 项目合伙人应当对下列方面承担责任 我们来看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了解从会计事务所的监控和整改程序 获取的信息 这些信息可能是 由于会计事务所提供的 也可能是来自网络或网络所 监控和整改程序 好 这是我们在执行 审计业务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些地方出了问题 如果在我们项目组内部的 符合当中有问题 或者说在我们事务所内部的 自从检查当中出现问题 我们就要及时的做一个整改 然后确定上述第一项提及的信息 和审计项目的相关性 这对项目的影响 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要及时整改 即时行动 在整个审计过程中 对可能与会计事务所 监控和整改程序 相关的信息保持警觉 并将此类信息通报 给监控和整改程序 负责的人员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监控整改 这块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七 工作遞稿 针对财务报表 审计的质量管理 那注册会计师 应当在审计工作遞稿当中 记录下列的事项 注意我们要记录什么 第一 针对相关职业道德的要求 客户关系和审计业务的 接受和保持等方面 识别出的事项 与相关人员的讨论 以及讨论得出的结论 这就要求 我们的工作遞稿 一定要适当的记录 你看 我们的工作遞稿要体现什么 体现职业道德的要求 我们遵守吧 然后 我们的 客户关系和审计业务 接受保持当中 识别出的事项 要记录 以及我们和相关人员讨论 讨论得出的结论 要记录 第二 在审计过程中进行咨询的性质 范围和得出的结论 以及这些结论是如何得到执行的 那么这是关于我们咨询的问题 咨询这块要 适当的记录 第三 如果审计项目 需要实施项目质量符合 应记录 项目质量符合 已经在审计报复日 或之前就完成 这就强调 一定是先完成项目质量符合 然后再出审计报告 假如说这个是需要我们质量符合的 如果不需要质量符合 那是一码一码手了 如果设造质量符合 那你就一定要在我们底稿当中 对此做一个记录 好 这是我们底稿当中要记录的事项 好 我们第三节内容全部学完了 下面呢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回顾 温顾之心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块 审计项目合伙人的领导责任 这是我们第三节 开篇讲的第一个问题 在这里要强调一下 我们审计项目合伙人 一定要对我们整个审计项目的高质量 承担总体的责任 这句话在考试的时候非常爱考 你一定要记住啊 那么具体有三点 那三小点熟悉一下就可以 然后我们来看 具体责任 指导监督符合 他要在整个过程当中 做好指导监督符合 因为他是合伙人 他是我们整个审计项目的管理者 在做过程当中 他可能不需要做很多具体的工作 但是一定要做好指导监督符合 第二 在签署审计报告前要承担责任 第三 一定要保证 充分适当参与整个审计的过程 不能做甩手掌柜 好 这是我们第一点 领导责任 接着我们第二点是相关的职业道德的要求 由于我们第22章和23章会大奖特奖职业道德要求 所以这块简化处理了 没有详细展开讲解 第三 客户关系和审计业务的接受和保持 那么这块内容呢 是我们第二章初步业务活动当中详细的讲过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也是一代而过了 关键要把握一点 确定该业务的接受和保持是适当的 对一些高风险的业务 对一些问题比较大的业务 尽量不要接 好 第四是我们的业务资源 业务资源这块呢 注意教材有新增的内容 那这新增内容呢 可能会考多选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看一下 评价实际项目的 胜任能力的考量因素有7点 哪7点呢 用法理法规和准则 对这块了不了解 还有会计审计是否有专长 然后新技术有没有专长 是否理解我们会计事务所的赠测和程序 以及能不能做好职业判断 并保持职业怀疑 以及是否了解我们客户的行业 还有相应的事务经验 还有这7点 要注意多看一下 防止出现多选题 毕竟是新增内容 那除了我们的考量因素以外 我们要确定资源了 提供分配资源了 时间资源了等等 那这块呢 我们数一下就可以 接着第五点是业务执行 业务执行当中内容比较多 首先我们来看 对于项目组成员的指导 监督和符合 我们指导监督符合是 是我们项目合伙人 他要做的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工作 因为他不是我们 举起业务的指示姻员 他是我们整个团队的领头样 是我们整个团队的管理者 所以一定要做好指导监督和符合 那么我们来看 知道监督符合的一个要求 第一要按计划 按我们规定和程序来进行 第二要符合审计项目的性质和具体情况 以及要和资源做一个匹配 那接着我们指导监督的事项 有五项内容 这五项内容是我们教材新增的 是新增的 要多看一下 防止出现 多选题 要追踪进程 要解决问题 要咨询事项 要指导培训 要营造环境 好 这是我们的五项内容 那么接着是符合的事项 符合的事项呢 有七项 这七项内容呢 和我们第十八章 项目组内部符合 符合的范围内容 是非常之像的 只有一个地方 稍微调了一下 其他基本上是一样的 好 这七项内容 注意要多看一下 防止出现 多选题 是否符合规定 重大事项有没有解决 咨询 还有调整 结论 证据 以及程序目标 适合实现 这是我们的七项内容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 符合的底稿 符合的底稿这一块呢 考试的时候 我比较爱考 第一容易考科官体 第二容易考主官体 这块一定要多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 符合的内容 是重大的事项 重大判断和其他事项 并不是所有的事项 因为我们是项目主量 合伙人 他是我们整个团队的管理者 他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要去参与的 所以在符合的时候 一定是抓重要的 抓核心 抓关键的 那我们接着看符合的要求 第一就是在我们审计报告日 或之前要完成符合 在这里完成符合的时候 重心是看 审计证据是否从分适当 能不能支持我们的结论 和审计报告 好 第二是我们签署审计报告前 要符合报告 报表和底稿 如果有关键审计实项的话 要把它符合一下 那么第三项是 签署书面沟通文件之前 进行符合 这就我们上面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了 三前一过程 好 这是三前 然后第四个是 对过程要做好符合 要确保我们整个项目组成员 都按照我们相应的法律法规 还有我们会计事务所的 审计程序 来执行我们整个审计的工作 好 并且要在我们底稿当中 做一个恰当记录 对此我们要做好符合 那么这是我们符合底稿的内容 符合底稿内容 一定要多看一下啊 第一容易考客观题 第二容易考主观题 那接着我们来看咨询 咨询这一块呢 我们要明确 我们的项目合伙人 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无论是项目组的咨询 还是项目组成员的咨询 都是我们合伙人 来承担责任的 所以合伙人要做好相应的管理 要确保咨询要达成一致 而且得到执行 那咨询的事项这一块呢 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的内容 这块新增内容多看一下 帮助出现多选题 限制复杂的内容 还有操纵违法的内容 以及特别分析的内容 由于这都是非常规事项 可能需要的咨询 好 这是我们的咨询内容 接着我们来看 第四 项目质量符合 项目质量符合呢 强调一句话 只有在项目质量符合完成以后 项目合伙人才能签署审计报告 必须符合完再签报告 不能报告签完了再完成 那不可以 顺序一定不能到 为什么呀 为什么我们要请人做项目质量符合 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审计的质量 对吧 你报告都签出去了 然后才完成符合 怎么保证您的质量呀 这个顺序一定不能返啊 第五 意见分歧 意见分歧和我们的咨询 是紧密相关的 一定要确定 我们只有一件分歧得到解决 以后才能签报告 如果没有得到解决 注意不能签署审计报告 那接着我们的合伙人 对政策和程序的处理 和解决意见分歧要承担责任 要确定咨询得出的结论 已经记录并得到执行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意见分歧 意见分歧在以前年度 简答题当中也非常爱考 就爱考自己的话 意见分歧没有解决 然后就签署报告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接着我们来看第六块 监控和整改 这块内容呢 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 第七是审计工作的底稿 记录的内容 那么审计工作的底稿 记录的内容 和我们第六章的内容 还是有很多的重复的 我们下面把它过一下 第一个就是要记录 职业道德 客户关系和业务接触保释 等识别的事项 以及与人讨论 讨论得出的结论 这块要记录 第二 咨询的性质范围 得出的结论 以及结论得到执行 这块内容要记录 第三 需实施 我们项目质量符合 则应当记录 我们质量符合 在审计工作 报告日或之前完成 假如说涉及到项目质量符合 那么就要我们 底稿当中 把这块内容要体现出来 好 那我们21章内容呢 就全部续完了 最后呢 送同学们一句话 只要你可以努力 梦想能达到的地方 总有一天 脚步也会到达 只要你坚持 只要你不断地去攀登 一定会到达 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关注 下节课